中醫治療心臟病 中醫認為 嶺南地區氣候潮濕 因此應該採用 憶氣脫淡的治療方法 而在憶氣方面 五指巫途有特別的療效 五指巫途 之所以要叫五指巫途 原因是它在葉一程 五隻手指形 一二三四五 加上葉面上有些毛 還有果實很像肚 所以就叫五指巫途 五指巫途 姓美甘皮 它有五大作用 第一是健脾補肺 第二是憶氣行氣 第三可以化痰止急 第四可以平喘 第五可以施根沒落 而作為日常補健 最好就是用來煲湯 南旗的香味挺特別 就是很清香 我知道這些客家人 很喜歡用南旗煲雞 煲豬手 或者煲豬佔 一定要明火煲 小火慢慢煲 越煲久就會越好 煲出來的湯 應該有一股很香的椰奶香味 除了湯很輕味外 還有一個很好的保健作用 特別適用於慢性胃病 肺病 肝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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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橙後奶水瀟 這類屬於皮膚體質的人 雖然南旗用來入藥的歷史 不是很長 但是做醫師的 特別是南方的醫師 認識到他的藥效之後 都很喜歡用南旗入藥 治療西醫所說的觀心病 等等的心臟疾病 做了醫師這麼久 我經常都覺得 中醫藥實在很奇妙 例如好像中醫學所說的 陰陽雙生雙刻 就在中藥上面 能夠充分體現出來 南旗和北旗有不同之處 雖然他們兩個都有補氣作用 但是南旗的性比較平和 比較緩 藥性比較緩 而且保而不躁 所以特別適用於南方這種氣候 肝草潮濕這種失業體質的患者 但是我們有時都會聽聞 有些人喝五指無桃湯 但是就種斷腸草毒的事件 究竟這個是什麼一回事 斷腸草究竟又是什麼呢 喜歡看古裝期的觀眾 或者喜歡看金融武俠小說的朋友 經常會看到 學頂熊 斷腸草 等等這些充滿神秘色彩的毒藥 原來這些毒藥 並不是故事中虛構出來的 事實上 他們都名列古代九大毒藥之內 更有人將斷腸草 排在九大毒藥的第一位 陳先生 據報導 有一個人喝五指無桃湯 就種了斷腸草毒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的 這件事是這樣的 因為斷腸草是一種十分極毒的植物 那些羹布和五指無桃羹是十分相似的 有些農民就不小心取了斷腸草羹 那麥被人吃了 那種毒就會死亡 其實斷腸草這個名字的由來 跟我們中醫藥備組 神農氏很有關係 相傳 神農氏 經常奔走在山林園野之間 親嘗白草 了解各種草藥的特性 神農身邊上給一種解毒的藥草 即使一日遇七十種毒藥 都能夠馬上化險為異 直到有一次 神農吃了一種藤 沒想過腸痛都撕開一樣 來不及伏下解藥 就斷送了自己性命 而這一種 令神農斷腸的植物 就被稱為斷腸草 現時中國大約有八九類 五十多種斷腸草 而且由於民間對它認識有限 所以將一般能夠引起獨負作用的草 通通通稱為斷腸草 斷腸草含有劇毒 連它的氣味都不可以多聞 當地的藥籠 怎麼都不肯幫我們上山去找 不過幸好 後來我們在廣州 就找到一棵 由中醫藥博物館收藏的斷腸草 現在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來到這個博物館 肺這裏是一個展示中草藥的花園 據介紹 這裏一共種植了三百六十五種草藥 一日看一種 都要看一連絲看得完 在花園的一角 我們終於發現 用了巨大的鐵籠 嚴密包圍著的劇毒草藥 斷腸草 斷腸草它的學名叫做高蚊 是馬千科的植物 這種食物在越北和越東地區常見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棵斷腸草 在神龍甲附近的山紋 在山上找了三具屍尋島 據若元的管理人說 斷腸草起初是用了玻璃罩罩著 因為怕它所散發的氣味傷害參觀的人 後來因為玻璃罩裡面空氣不流通 才改用鐵籠為主 而我們只能夠由鐵籠的小門洞進行拍攝 拍攝了一陣 連我們的攝影師都感覺到有輕微的頭暈 可見斷腸草真的不是虛有其表 斷腸草它是全草入藥 就是整個草都可以入藥 它的藥韻部分就是整個草 但是它主要毒性成分是生物鹼類毒性 斷腸草全草有毒 春夏交接時 長出亂葉含有的毒素最高 據說由斷腸草中已經提煉出16種生物鹼 其中歐敏鹼對中枢神經具有極強的毒性作用 民間流傳說人吃了斷腸草斷腸要死 而豬羊吃了它卻沒事 因此民間又有流傳用豬血或者羊血 來解那些物食斷腸草的人 李時珍在本草崗外面都提到斷腸草 羊食奇妙帶肥 所以亦都有人認為 在羊體內含有某種能夠解斷腸草毒素的物質 雖然說它是劇毒的 但是可以外用 拔種 消種 去種 就說那些腐肉等等 歐敏毒素的藥用價值 主要表現在抗炎症 鎮痛方面 可能因為這樣 金融先生的神雕俠女入面 才會用斷腸草幫羊果解情花毒 楊過種了情花毒 情花到底是甚麼 金融筆下的情花有果又有刺 刺相有劇毒 有些人認為情花就是 同樣具有劇毒的曼陀羅花 神雕俠女入面所說 情花旁邊必有斷腸草 而我們看到的這棵斷腸草旁邊 的確有一棵很漂亮的白色曼陀羅 曼陀羅 這棵斷腸有浪漫的名字 她的花就好像一個個白色的大喇叭 雪白純正 疑態萬千 但千萬不要被她的外表手迷惑 在金融筆下 她所行的情花毒是天下第一虎毒 斷腸之痛 方可斷情 曼陀羅花含有神經毒素 只要很少的劑量已經可以令人紛紛欲碎 古代神醫華陀就是用這種曼陀羅花 來研製出麻肺散 即是最早期的麻醉藥 華陀甚至提出用麻肺散作為麻醉藥 幫曹操做開爐的手術 所以不要以為西醫才有手術 中醫早在三國時期已經有這個概念 可以說是創了世界手術史的先河 通過手術的方式 解決身體某些健康問題 確實是一個快捷有效的方法 例如心臟踏橋 又或者很多人都知道的通波仔 就是目前治療觀心病比較常用的方法 但原來中早藥都有類似的作用 這個老人當然是姓曹的老伯 六十歲就得過急性的心肌檢室 心臟踏橋 心臟踏橋 這個曹老伯他就不接受 當時的醫生就斷定他 可能只有五年的時間 但他自己就不看了 然後就自己有一個方來治療 就是用西洋心和填漆打粉 每天都是這樣來衝服 那麼衝服就過了五年一樣沒事 過了十年也沒事 心可以行氣、溢氣 對心臟功能相當好似的 是要促進血管生生的 另外用填漆就不要被血阻塞 所以能夠活血、行血的 好像整個血循環通常 所以使得有七肢循環的形成 然後提出一個觀點 叫做可能會有藥物搭橋的作用 當然這個只是個案 對於心臟病的病人來說 在醫生的指導之下治療 而且保持身心舒暢 才是預防心臟病發作最下的方法 古人曾經提出一個保養心臟的方法 就是禍喜怒而安居處 折陰陽而調肝油 意思就是說要避免過度的情緒激動 避免過度勞累的生活 再加上飲食和生活的規律 我們就可以做到陰陽平衡 令身體達到一個良好的狀態 在香港有三成多人患有鼻敏感 而有一種藥材被稱為鼻加性藥 凡你和鼻有關的疾病 它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有一種病和香港很有淵源 它就是香港腳 它的淵源是怎樣的呢 以治療香港腳有什麼良藥呢 下一集一一為你介紹 小朋友在天氣轉變的時間 經常都會出現肺躁咳嗽 有經驗的媽媽都會去藥材堡 買些村貝回來燉蜜糖解決問題 我們在煮燉的過程 加少許薑汁下去 就可以幫助驅風和止咳嗽 令效果更好